后来孟美是决定 把小孩留下来了嘛 对 那是 这个孟美怀孕的时候 就嫁给他们啊 还是说生日才嫁 还没有 就是怀孕期间后来 就是我这个事情呢 我爸爸当然就是会找他们谈 我去找他们说的时候 他们二话不说就是 我们就结婚吧 我自己娶 所以那时候就赶快先订婚 那我爸就问我 我爸本来是问他们说 这个事情怎么解决而已 我爸也没想要我嫁给他啦 说实在我爸认为说 因为他们看得我看得 我们交往的人 我们当事折密 而且我第一个男朋友 什么都不懂啊 那不会去判断说 这个人是好是坏 他的嫁境如何都没有去考虑到 就是谈恋爱 我哪知道会怀孕的 然后爸爸是当机立断 是希望我不要结婚 那但是人家来提亲了 然后他就说 我跟我女儿讨论以后再说 然后我妈妈就一直 做长辈的角度 觉得对方无要无紧 那种是有问题 不但是这样 而且我们爸爸跟妈妈 根本不认识对方 那是我女儿在交往 我们爸爸妈妈看过 但是根本不知道人 到底在吃什么头肉 家里在什么看 有什么人 听他说你过过就喝火了 我过过头一晚上 我就喝火了 头一夜 好家 看到什么 是这样 因为 不要想到 不要想到在家 那至少爸爸妈妈都是 很疼你嘛 有一个温暖的家 也姐妹那么多 我们就一直长大都没离开 去到那裡 我的后悔是 现在是真的了吗 我已经在一个 非常陌生 什么人事物 我都不知道的地方 好害怕 这想的都真的很恐惧 我就是很害怕 我说 那我就后悔了 不然大家 大家 还没讲过话 对不对 然后所有她的姐姐 两个姐姐都住在家里 都各有家庭 大家庭 是 然后 我结婚了吗 那以后我要跟这些人 不认识的人 陌生的地方 我就怕了 我就后悔了 我就觉得我爸叫我不要结婚 你有老公啊 你怕什么 老公 我告诉你 我嫁过去 我们结婚没几天 他就时常不见了 他不见了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 他回来也没告诉我 他去哪里 而且有时候一出去 你是新婚的太太 对 他不回家 肚子很大 或者是差不多 大概八个月左右 就结婚 才结婚 先订婚嘛 订婚离了几个月才结婚 结果结婚 然后郑大哥说 什么证车 他要子弹打不完 二十桶花而已 你到空里 我说他二十出头岁 精力旺盛 怎么可能待得住 都没有定性 不知道他去哪里 对 整天都弄弄 我不知道 反正 太冒险了 他外表又长得不错 所以就常常不在家 我这个人 因为他大我六岁 其实我不太 不太敢问人家说 你去哪里你知道吗 我还没当过太太 第一次当太太 对啊 然后我真的是 你还是一个小孩 对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问他说 你怎么 你去哪里 你怎么都不回家 不跟他吵架 所以他没回家 你也不敢问 不敢问 有多久没回家 最高的纪录是我坐月子 我刚生小孩 结果回到家以后 他就不见了 等到我满月以后才回来 哦 这也太麻烦 这样不是一整个月 一整个月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我才新婚不久 对不对 是啊 那时候我就想要离婚了 我就觉得我不对 我还是嫁错了 我不应该结婚 我太不懂事了 对 他回来会不会抱孩子 会会会 他是蛮疼小孩 这些都 他只是 他的行为我不能接受 而且我又不去问 而且把我一个 丢在一个 我刚刚说了 我真的很陌生的地方 甚至于父母 大家打官 我都没关系的地方 我 这样你 因为大姐二姐都住在那里 还有我们整个家庭 这样总共有个人 没想到 我现在还没想到 整个案外 他们都还有小孩 有没有 应该有二三十个人吧 他应该差不多接近 接近 对 他的每一个都有三十个 每一个姐姐都有三四个小孩 还有夫妻 然后还有父母 然后除了父母以外 他还有一些亲戚也住在里面 所以我们这样煮饭 你怎样煮几桌 你说到谁 我一段都没煮过 我这么好名 所以人会过人玩 为什么因为 我在上班 我那时候还在电台 我电台下班 早上就出门了 晚上早上回来 然后回来的时候 人家都吃饭 当中也都太好了 对 所以说不用我煮饭 但是我也理所当然的觉得 这样不用我煮 礼拜天我放假在家 我也是理所当然 就躺到我自己起来 然后做我自己的事 我也不去煮饭 人家久了就会讲话了 你新来的媳妇 你都不离开你的房间 也不用来煮饭 他不会当着你的面跟你讲 他们晚上吃完的时候 就会去打家打官的房间 蛮大的 就会在那边 开始聊天 就会讲到这些事情 就不是刻意讲 但是我就在隔壁间 我当然是听得到 意思就是做人的媳妇 应该要去教材董事 做人的媳妇就在家里 我晚去睡就早早去 夜要煩惱天不云 夜要煩惱阿婆娘 煩惱稀果要嫁不嫁 煩惱稀要娶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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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娶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然后他们也许是 也有故意要讲给我听的 然后我听在心里面 我就觉得说很委屈 因为我上班下班也是很累 而且还怀孕对不对 然后我 其实你不是不想说 你是什么都不懂 我也是不会做 我不会做 我在婚宝不会做 后来我就一天 我想要去看 我想要去学 我想说表现一下 一天礼拜我就起来说 我来煮 我去煮饭好不好 他们家煮的是那个大宅 贏黑壇的 我那个 水炒灯 饭不熟 水炒灯 饭炒灯 炒灯 我一天的 你会太大 会太买 我不会太大 你的水会太少 水 对 那就是没煮过 第一次 对 而且那个火 在快要好的时候 面上的暗 爆爆爆爆的时候 火要慢慢退出来 就从来没 好专业喔 郑大哥连这个你都会 开玩笑 太厉害了吧 结果也是 我们家也是用煮灶 洗的那时候 那不简单 对 真的 很困难 真的很难 但是最厉害的就是说 要把那个炸壁煮 我这样胖胖胖 我还有一点咽咽 那时候会吃 咽咽咽 现在真的流血了 那结果 结果这个就算了 然后我是 我是不懂到 不懂事 我自己后来就自己很自责 不懂事到 去生小孩的时候 我没有帮我女儿 准备一片尿布 准备一件衣服 买一罐牛奶 都不满 不懂嘛 然后生完以后 要出院回家 冬天 吃个出息 还是用他爸爸的外套 把他包回家 你看我多笨 多蠢 多不懂事 新闻娃娃娃 有YouTube频道 请大家搜寻 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 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 命运好好玩 开运服务 包含 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秘法 请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